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外交攻势大战三个回合 乌克兰局势将会是重中之重 而会谈之前 俄罗斯可是有备而来 分别向美国和北约 抛出了安全保障方案 明确要求北约停止东扩 以及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普京希望就这些文件内容 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谈判结果 然而美国方面态度十分强硬 坚持不让步 并对会谈的结果不抱期待 同时警告俄罗斯 如果真的入侵乌克兰 将会遭到强有力的报复 在会谈之前 哈萨克斯坦的局势急转直下 俄罗斯硬要迅速出兵维稳 成功维和去世 坐稳了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 带着哈萨克的成果 来到美俄谈判桌前 也多了几分底气和实力 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 俄罗斯究竟在下一盘 怎样的大棋 而面对强势的俄罗斯 美国又做了怎样的谈判策略准备 今天晚上凤凰圈圈连线 日内瓦现场有凤凰卫视 处瑞士记者张伯蒂 华盛顿直播室 由凤凰卫视处美国记者张王宾如 弗吉尼亚现场有欧道明大学 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吴萱萱 上海现场请到了复旦大学 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 四方连线解读美俄攻防战 景孟金的追踪报道 新年一时 俄罗斯就乌东问题 开展连轴安全对话 10号俄美代表团 在永久中立国瑞士的日内瓦 打向了新年谈判第一枪 由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 李亚布科夫和美国常务副 国务卿舍曼代表出席 虽是平门谈判 但乌克兰局势无疑是大国关注焦点 俄美双方早就在各自的立场 划下到来 早在上月 俄罗斯就公布了 俄美安全保障条约 和俄罗斯与北约安全保障协议 两份草案文本 预计此次磋商的核心问题 将是这份安保条约草案 其中包括在相互射程范围内 不部署中程和短程导弹的条款 放弃进一步扩大北约 并减少军事演习等 李亚布科夫重申 俄方有清晰立场 美方应该学会妥协 而布林坑9号直言 称美方对会谈不感到乐观 之后俄罗斯将分别 同北约和欧安组织展开会谈 有评论称尽管目前俄罗斯 同北约的关系很不理想 但对话可以让矛盾不再进一步计划 有学者认为三轮密集对话 并非是西方主动愿意坐上谈判桌 而是被不断日强亮剑的俄罗斯 逼上了谈判桌 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的果决应对 让西方感到惊恐和担忧 不仅如此 最近在应对哈萨克斯坦乱局时 莫斯科闪电出手 是在向西方展示俄军作战能力 和快速反应能力 为即将到来的谈判提升优势地位 而在谈判前夕 拜登政府出招透露出了 对俄罗斯更多制裁细节 纽约时报8号披露了 拜登政府针对俄罗斯制定的 大规模金融技术军事制裁措施 包括切断俄罗斯最大金融机构的 全球交易等 拜登政府声称 制裁将在俄罗斯攻击乌克兰的 几个小时内生效 让俄罗斯付出巨大代价 据美国官员透露 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 正在实施一项建筑战略 包括为乌克兰叛论分子部署武器 可能包括毒刺防空导弹 以支持乌克兰叛论分子 对俄罗斯进行游击战 日内瓦热闹上演震撼 而乌克兰首都基辅 一切往常皆到平静 有乌克兰民众称 美俄两国的会谈 事关乌克兰人民的性命 应当参与此次会议 但乌克兰极有可能成为一个筹码 另外美俄很明显 不会以乌克兰的国家利益 为谈判的出发点 俄美会谈会否就乌冬局势 达成功识 大国博弈 俄美分别还留有哪些后招 敏感时刻 乌冬局势降温的几率又有几何 兵者鬼刀也 好 俄罗斯与西方就乌克兰局势 本周展开密集攻防战 三大攻防战第一个回合 即将在瑞士日内瓦登场 好 有关这场俄美的实质会谈 立刻连线就在日内瓦现场采访的 博弟你好 请问下有关俄美之间的 这场会谈目前有哪些最新消息 目前气氛如何 在俄罗斯与西方中 15分 俄罗斯派俄罗斯大将 吴明赴了美国联合国日的办事 在内 好 因为信号的问题 我们稍后再跟张博弟进行连线 那么有关这场会谈 我们看到美国方面是派出了 常务副国务卿舍曼 俄罗斯方面是俄罗斯副外长率团 与会 然而双方很有意思 在会谈前都对会谈的结果不抱期待 这到底怎么回事 立刻连线出华盛顿记者宾如 宾如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布林肯 在会谈前就放话 警告俄罗斯必须在对话和对抗之间 选一条路 那么怎么看美国对于这次会谈的目标 和期待到底是什么 好的杨书 那么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 上一次美国和俄罗斯在日内瓦 同样是就乌克兰举行会谈 是在去年六月的时候 俄罗斯总统普京和美国总统拜登 进行了面对面的对话 那么现在时隔九个月的时间 美国和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 没有取得任何的进展 那么在过去一年的时间 拜登和普京已经进行了 一次面对面对话 一次电话通话 一次事项对话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乌克兰 其实这个问题又回到了原点 那么现在我们看到美国国务卿 布林肯其实从上周 这次对话开始之前 就已经放话了说 美国不会在重大的问题上面 做出妥协 而且布林肯说 他并不预计本周的对话 会取得一个突破性的进展 因此美方把这个调门 已经降得非常的低 那么俄罗斯方面 也直接回怼了美国说 现在美国根本就不了解 俄罗斯这个谈判的目标是什么 因此在双方预期 都这么低的情况下 这次谈判究竟还能谈什么呢 那么在谈判之前 美方可以说已经是拒绝了 俄罗斯的所有核心的诉求 包括刚才我们在新闻片中 提到的俄罗斯要求的 这个有法律意义的安全保障 还有就是乌克兰不能加入北约 美国现在已经通通拒绝了 那么美国表示说 他们愿意谈的东西其实不多 比如说包括了北约的军事演习的频率 以及在往东欧部署的这些军事防御设施 是可以在谈判桌上面进行谈的 但是这些都不是俄罗斯的一个核心诉求 而且美国提出 如果美国要做出这些妥协的话 俄罗斯方面也必须做出相应的动作 来进行回应 因此在进入这次谈判的时候 美国的预期就已经非常低了 美国表示 俄罗斯提出的这些要求 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non-starter 就是无从谈起 因此美国做好的一个最坏的打算 就是俄罗斯其实是在利用这次谈判 如果谈判破裂的话 俄罗斯就有更多的借口 来介入乌克兰的局势 那么美国现在做好的 对俄罗斯的反制措施 刚才我们新闻片中提到了 主要其实还是在经济制裁为主 另外也会加强北约对于乌克兰的 这些防御性的援助 杨树 好 非常谢谢宾如 就像宾如所说的 这次俄罗斯是提出了一个 美国根本不可能答应的一个条件 双方无从谈起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 俄罗斯到底想要什么 好 来在上海现场请出的是 丰大大学俄罗斯中亚研究中心主任冯玉军 冯主任我们看到 俄罗斯这次真是有备而来 他提出了两个安全草案 分别是向美国和北约抛出了安全保障方案 但是呢这些条件 明眼人一看是基本上美国是不可能答应的 那即便美国不可能答应 他还是要来会谈 俄罗斯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我觉得俄罗斯的外交是非常娴熟的 300年的帝国传统 让他们对外交烂熟于心 很多的手法都是远超于其他国家之上 包括美国的 那么这次我觉得俄罗斯有两个主要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要通过这次谈判 要把美国和欧洲逼到墙角 我提出了很多你难以答应的条件 但是我仍然要谈判 如果你不答应的话 在国际道义上 那么俄罗斯某种程度上就占据了上风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目标 第二个目标 我觉得我们不要把目光仅仅关注在俄乌边界 关注在乌克兰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视野更放大一点 就是从去年年底 俄罗斯在乌克兰边界沉冰10万 似乎是整个代代准备攻击乌克兰 但是与此同时我们看到 就在这个之后不久 那么在哈萨克发生了30年以来历史性的转变 那么从一场非常普通的 由于能源涨压而引发的示威游行 后边莫名其妙的出现了很多的武装骚乱 那么进而呢 引发了这个托卡耶夫总统向吉安组织的要求派兵 那么为了镇压这些所谓的叛乱分子 那么俄罗斯打着吉安组织的名义 出动3000多金锐步动带着重装战车 赶赴了哈萨克 而且占据了很多的战略要地 可以说通过这次这个行动 俄罗斯已经在很大程度上 实现了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目标 那就是在拿下了白俄罗斯之后 那么在通过这种逼合美国 让乌克兰加入北约的步伐停止之后 那么在东线 在哈萨克这个重要的中亚大国 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 那么可以说这是30年 苏联解体30年之后 一个重要的地缘政治的转折 那么纳扎尔巴耶夫时代 已经彻底的结束 托卡耶夫之后将会基本上结束 哈萨克斯坦原来所奉行的 多元平衡的外交政策 那么在很大程度上 那么倾向于俄罗斯 那么整体看来我们就可以看到 其实在俄罗斯提出的 所谓的乌克兰问题的这个谈判上 其实是在明修战道 暗度陈仓 那么在西部吸引了 引起了美国和北约的极度的担忧 那么通过这种谈判 三轮的谈判又吸引了 西方的主要的这种战略的关注度 而在东方他已经实现了 自己所真正想要的东西 得到了自己梦寐以求的地缘政治成果 这就是俄罗斯的整个的算法 好 明白 所以在您看来 俄罗斯在下一盘大起 不只是着眼于乌克兰 是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 在一步步实现自己部下的地缘政治目标 是一套组合拳 好 我们再次接通了这个 瑞士芝内瓦的记者张伯蒂的电话 来 伯蒂给我们介绍一下 今天的这个美俄会谈会如何进行 好了 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进行了 8.55额俄罗斯的副外长和他们的大象 扶名进入了美国驻联合国日 的驻地 进行了一个长达一天的会谈 现在的会议问题是 他们显示出了俄罗斯的自信 因为所有的人员不在 只仅在少量随从进入美国的驻地 而所有的车辆都只能在外面 刚刚谢尔曼他在做上 他跟人说 我们不会在没有盟友和伙伴参与的情况下 进行欧洲安全的讨论 显示出了谢尔曼和美国整体的不自信 因为他们正在借口推出如果 判判不成功 需要一个很好的说辞 也就是在今天晚上 当地时间5点左右 双方的代表团将进行记者发布会 到那个时候可能就会有更明朗的内容 现在俄罗斯的记者他们认为 俄罗斯对于乌克兰强势态度使得欧洲所有的国家 对乌克兰是没有办法的 因为他们曾经承诺了14年要保护乌克兰 可是没有任何的进展 其中最尴尬的是土耳其 土耳其助理要不过代表 再来跟我们说 他说现在他们会 在那个北约的会谈上表态 不要进行战争 但是他们不会主动的去表态 因为他们认为土俄的关系 更胜于土美的关系 他们要替代土耳其 俄罗斯今后的长期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在看今天的会议 可能没有任何突破性进展 但是只要是进行了谈判 美俄之间的直接程度 基本上就可以避免了 好 双方这个接触还是比不谈要好 看来就是虽然各方对今天的会谈 结果不抱任何期待 但是呢还是认为 就是说接触总比对抗要好 好 我们再来连线的是在弗吉尼亚现场的 欧道明大学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助理教授吴萱萱 萱萱萱你怎么看 不知道你是否同意 刚才冯主任的一个看法 就是俄罗斯在这片区域 其实打的是一个组合拳 它不止目标的是乌克兰 而是从乌克兰到哈萨克斯坦 在一步步地实现它的地缘政治目标 那不知道美国有没有看穿 俄罗斯的这样一个心机 那面对俄罗斯的这样一个通盘的有备而来 美国做了怎样的准备 好的 我非常同意刚刚冯主任 对俄罗斯整体战略布局的一个判断 俄罗斯和普京肯定是在下一盘大棋 那么反观美国来说 我觉得自从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他在外交政策上最大的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是在于拜登政府上任一年来之后 到现在还没有一个外交的主轴 或者说他希望在表面上达成一个 以民主人权为主的这个外交主轴 但是实质上没有一个理子作为支撑 那么这基本上就导致了拜登政府上台以来 不管是在面对中国 包括现在面对俄罗斯 都是一个疲于应付的状态 那么现在也是包括拜登现在就只是希望说 在未来一个星期暂时的稳住普京 使乌冬局势的冲突不要升级 那先把这个礼拜应付过去再说 所以呢 但是从来没有一个长期的一个通盘的考虑 那么我们应该就不会预期到 这个局势会有一些更明朗的解决 但我还想问啊 就是因为美国和俄罗斯在密集展开 对乌克兰局势的这个谈判 令人感觉乌克兰在美国的心目中很重要 但是不是真的如此 因为最近我看到美国国内有学界的声音认为 说其实美国在这个问题上 完全被俄罗斯牵着鼻子走 在乌克兰问题上花了太多的时间和精力 并且认为乌克兰并不是美国的真正威胁 中国才是 所以呢美国应该直接了当地告诉乌克兰 你就是不能加入北约 不要在这个方面浪费时间了 你怎么看这种声音 以及乌克兰对美国到底有多重要 值得美国花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 在这个问题上 当然现在美国国内对于 如何布局美国的战略外交 有不同的声音 那么我觉得乌克兰对于美国来说 确实有一定的战略意义 尤其是拉拢乌克兰可以在地缘上牵制俄罗斯 也进一步扩大北约的势力范围 但是相对于乌克兰对俄罗斯的战略地位来说 那就不可同日而言 因为乌克兰对俄罗斯 基本上就是一个纯齿相依的关系 所以乌克兰对于美国有一定的重要性 但是肯定不如乌克兰对于俄罗斯的重要性 那么回到你刚刚的问题 既然如此的话 美国为什么不干脆放弃俄罗斯 首先美国不管是哪一个政府 民主党政府 共和党政府 都不能对俄罗斯示弱 尤其现在对于拜登 因为此前特朗普一直批评 拜登对于俄罗斯过于软弱 所以拜登一定不能对俄罗斯示弱 否则就会陷入共和党的攻击 其次如果公然地宣称放弃乌克兰 也与拜登强调了这种所谓 基于民主人权的外交立场相违背 也会得到民主党自身支持者的攻击 那么当然如果作为 如果美国真的公然放弃了乌克兰的话 也会在国际上产生一些 其他的多民用骨牌效应 比如台湾也在看美国如何应对这个措施 所以基于种种的内部外部的理由 拜登政府现在力挺 乌克兰的遮羞布暂时还是得用上 好 遮羞布还得先遮着 另一方面我们看到美国手上 最有力的一个大棒 估计就是金融制裁了 在会谈前也是密集披露了 一些金融制裁的一些细节 如果真的把俄罗斯驱逐 在美元结算体系之外 对俄罗斯应该是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来接上海的冯教授 我不知道从俄罗斯方面怎么研判 如果局势真的有进步升级的话 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对俄罗斯 实施这样一个经济和金融制裁 以及俄罗斯真的是不是会轻举妄动 去入侵乌克兰您的判断 我个人认为俄罗斯还是对这个 看得非常重 而且它也确实认为 如果真要进攻乌克兰的话 美国确实会击出这个大棒 但是正是因为如此 俄罗斯也确实做好了事先的准备 我们都看到自从2014年 克里米亚危机以后 俄罗斯在美国和西方的金融制裁面前 它在迅速的改变 逐渐的调整它自己的外汇储备结构 和它的福利基金的这个币种 那么在现在的俄罗斯外汇储备里边 美元的占比已经大幅度的下降 黄金 欧元 包括人民币 它的占比都在迅速的上升 我们可以看到俄罗斯确实是在为 如果有朝一日美国把俄罗斯提出sweep 那么预作准备 那么与此同时在俄罗斯看来 不管你的金融体系有多重要 但是只要我有土地 那么我就掌握了一切 那么正向俄罗斯的著名历史学家 Kluchitsky所讲的 俄罗斯的历史就是一部收藏 收集领土的历史 那么占了土地 土地下面就有石油 天然气 矿产 那么上面就有森林 就有其他的这种资源 你比如说现在在这个 俄罗斯在哈萨克得手以后 我们都知道哈萨克就是一个中亚的 一个非常重要的能源出口国 那么它对于这个欧洲的 和中国的石油出口 那么对这些国家影响很大 更为重要的是 哈萨克是世界右矿的最重要的生产国 它的出口占到了世界右矿出口的 接近一半以上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如果俄罗斯那么封锁住了这些资源的出口 对很多国家都会造成这个致命性的伤害 所以我觉得美国有它的金融体系 但是俄罗斯他们用认为更古老的东西 土地还是他们最重要的手段 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这种不对称的 这种力量对比还是非常明显的 好 谢谢冯主任带来的分析 好 去下广告 下一节回来谈一谈哈萨克斯坦的动荡局势 以及俄罗斯的迅速出手 这样的结果对美国和对中国 这种结果到底意味着什么 一会儿见 好 俄罗斯和美国在瑞士之内 美国的安全谈判今天正式登场 而在会谈前一大变数 就是哈萨克斯坦的局势急转之下 然而应哈萨克斯坦总统的邀请 那么俄罗斯是迅速出兵维稳 并且获得了胜利 拿下了这个哈萨克斯坦 稳住了局势 这样一个结果是美国乐见的吗 在华盛顿 宾如 美国对这样一个结果是怎样的心态 下一步因为美国在哈萨克斯坦 还是有大量的使用和经济利益 有没有继续介入的一个准备 好的 杨叔 那么直接的答案就是没有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已经明确表示 现在外交谈判仍然是美方寻求的主要手段 那么我们知道现在美国和俄罗斯正在谈判 那会不会在日内瓦这个谈判上面 涉及到哈萨克斯坦的问题 那么俄罗斯方面已经明确表态说 哈萨克斯坦问题不在今天的讨论范围之内 那话虽如此 我们知道现在俄罗斯与美国 还有北约的谈判是好几轮 那么即使今天美国和俄罗斯的直接谈判 不会涉及到哈萨克斯坦问题 那么在接下来北约与俄罗斯的谈判 以及欧安与俄罗斯的谈判 57个欧洲国家与俄罗斯的谈判中 我们预计还会涉及到这个问题 而且即使现在美俄没有直接就哈萨克斯坦问题 进行这次面对面的对话 但是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 美国和俄罗斯已经开始打起了嘴仗 美国的国务卿布林肯在之前就是说 俄罗斯如果警告哈萨克斯坦 说你看看这个历史 俄罗斯如果一旦你邀请他进了你们的家门 那么要赶他走就很难了 那么这一语是激起了千层浪 俄罗斯外交部迅速回应说 那你看一下美国的历史 比如说伊拉克 比如说越南 俄罗斯外交部甚至在社交媒体上面 发了这样的一段推文说 如果布林肯如此的热爱历史 那么他应该考虑到 当美国人进入你家的时候 你可能很难幸存 因为不是被抢劫就是被强暴了 那么现在说到 如果美国跟俄罗斯的在哈萨克斯坦问题上 没有办法继续谈判的话 美国还有一个选项 就是向哈萨克斯坦施压 实际上双方的外长已经进行了对话 但是对于美国来说 非常遗憾的就是 美国的学进的普遍认为 现在美国在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 几乎是等于零 因为第一美国在哈萨克斯坦没有军事存在 第二美国对于哈萨克斯坦的经济援助 其实主要是受限于对于当地民间民主的这些机构 因此现在美国要对哈萨克斯坦寻求一个 导向美国的立场是非常难的 而且在任美国总统 没有访问过哈萨克斯坦的美国总统 因此美国对于这次哈萨克斯坦的影响力 我们就可想而知了 美国在哈萨克斯坦这一谈是输得一塌糊涂 好 最后一分钟的时间 上海的冯教授怎么看 哈萨克斯坦这一战 美国的影响力为零 但俄罗斯影响力大增 这个结果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可以看到现在在普京上台以后这20年以来 特别是最近几年以来 他正在推行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 那就是恢复俄罗斯在原苏联地区的主导力 甚至是在某种程度上恢复小苏联 恢复小俄罗斯帝国 那么这次哈萨克的事件 我觉得那么和哈之间关系的进一步的紧密 哈萨克斯坦多元平衡外交的这个终结 纳扎尔巴耶夫时代的终结 会对整个欧亚地区的安全带来非常重大的冲击 而且会下一步影响中亚其他国家 那么对于中国来讲 中国在哈萨克斯坦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政治利益 安全利益 经济利益 那么整个这次的变局 我觉得会对中国在哈萨克斯坦 乃至整个中亚的安全经济利益 带来非常重大的挑战 好 今天非常谢谢各方嘉宾和记者 为我们做的深入的分析 也谢谢您收看《凤凰全球连线》 下回 谢谢fox方 再见 真的 有没有OMG 小嘉宾说 我真的看到 IBM 还是 我有没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